一朵玫瑰花 熊奶奶的年纪大了 但她的脾气还是像年轻时那么急躁 动不动就发火 她常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同邻居吵架 邻居都怕她 熊奶奶除了和邻居吵架 还会不停地抱怨生活 她看着自己的房子 哎哟 我的房子怎么这么破呢 其实一点也不破 熊爷爷把房子修理得很结实 打扫得也很干净 熊奶奶就爱没事找事 幸好熊爷爷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 否则他俩肯定要天天吵架 熊爷爷喜欢园艺 他在自家院子里种了许多蔬菜 还种了花儿 熊爷爷特别喜欢玫瑰 特意在院子里种了一大片 有红玫瑰 黄玫瑰 还有粉玫瑰 但熊奶奶不喜欢 她觉得玫瑰有刺 扎到手会很疼 有一天 当熊奶奶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一边喝着茶水 一边抱怨生活时 她发现一直偷玫瑰的小刺猬 熊奶奶虽然不喜欢玫瑰 但别人偷却是万万不行的 熊奶奶立刻跑到小刺猬面前 质问她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偷我们家的玫瑰 小刺猬吓坏了 她知道熊奶奶不好惹 她低下头 小声说 我不是偷 我只是想要一朵 快要枯萎的玫瑰 原来 小刺猬的妹妹病了 小刺猬的妹妹 特别喜欢熊爷爷家里的玫瑰 她常常偷偷地跑来欣赏 羡慕地说 好漂亮的玫瑰花啊 我要是能带回家就好了 她心情低落时 看到玫瑰花就能高兴起来 熊奶奶听了小刺猬的话 才知道玫瑰花能带来这么大的幸福感 可自己为什么从没发掘呢 她看看满园的玫瑰花 是不是玫瑰花离自己太近呢 所以才忽略了 熊奶奶不顾玫瑰花的刺 摘了一大把送给小刺猬 她温和地说 把这些花送给你妹妹 祝她早日恢复健康 欢迎你们以后常来我们家欣赏玫瑰 欢迎订阅我的小刺猬